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衛生部長亞澤的訪台行程剛才結束 中國解放軍馬上就在微信公眾號上證實 說近日在台灣海峽進行了實戰化的演練 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解放軍東部戰區政治工作部宣傳局 就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訊息 說近日東部戰區的多軍種多方向成體系出動兵力 在台灣海峽和南北兩端連續組織了實戰化的演練 進一步檢驗提升多軍種聯合作戰能力 接著他們就談及了一些政治因素 說近來個別大國 即是美國 在涉台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 向台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訊號 嚴重威脅到台海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這裡很明顯是針對美國衛生部長亞澤訪台 以及在訪台期間 美台簽署了一份衛生合作備忘錄 雖然這份備忘錄 並非美台雙方正式官員簽署 不是由亞澤簽 也不是由台灣衛生福利局長陳時中簽 簽署人只不過是美國在台協會 這是半官方組織 不是官方組織 處長力英傑簽 問題就是 在記者會上 美台雙方正式官員 坐在這裏見證這份文件簽署 相當大陣仗 因為自從1979年 美國和中共建交以來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境 而且大陸方面已經說過很多次 美國不能以官方形式和台灣進行交流 現在美方是一意孤行 所以這篇老解的文章 就說到個別大國在涉台問題上 消極動向不斷 這篇文章還說到什麼呢 就是說戰區的部隊 將會時刻保持高度戒備 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堅決回擊一切製造台獨 分裂國家的挑釁行為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好了 一定會有很多人擔心 到底這個台海局勢 會不會是如戰再緣 一觸即發呢 實情我認為 未必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昨天南華早報才放了一封 引述了消息人士所說 老解說明他們是絕對不會率先開火的 我相信這件事 我稍後再解釋一下 第二樣的觀察就是 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 在接受大陸觀察者網訪問的時候 就談及到中美關係 他就說不能只看眼前 不能夠被極少數反華勢力帶偏節奏 帶錯方向 他本人已經做好隨時跟美方同行對話的準備 這個很明顯就是要向美方釋出善意 就是要向美方伸出橄欖枝 當然 他未必是跟共和黨說 未必是跟特朗普說 可能是跟將來有機會上台的拜登說 都不定 但反正這就是一個積極的訊號 好了 接著我就說說 為何我會研判台海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的機會 是不大 首先來講 就是中國根本就知道自己的軍事實力 是不及美國的 這個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不是我說的 胡錫進也是這樣說的 環球時報的老總 他就說 這個要論整體軍事實力 中國和美國是誰更厲害 還用說的嗎 肯定是美國更厲害 連他都承認的時候 這就是客觀事實 不需要爭辯 沒有任何爭辯的空間 第二件事 如果老解真的打響了第一槍的時候 這樣就很嚴重 就是會製造一個藉口 讓美方介入台海的問題 唯一懸疑未決的就是 到底美方會如何介入台海問題 以及到底他會介入台海問題 到一個多深入的程度 就是這樣 他一定會介入 如果他介入的時候 就會造成整個形勢相當複雜 而且 美國參議員霍利 共和黨 他已經提出了一個議案 叫做台灣防衛法 當然現在未通過 但是如果通過了的時候 就變成了美國有義務 來在軍事上保衛台灣 當然現在未通過 但是大家都會預計得到 若然老解真的動的時候 都幾乎肯定 美國是不會坐視不理的 第三件事就是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的日子 越近 其實中國更加知道 會咬緊牙關來忍耐 就是要等到看看美國大選的結果 會否導致變天 若然是變天的話 拜登當選已經一天光光了 不用搞這些軍事衝突 若然在11月之前 啟動了軍事衝突 等同於給了一隻好牌 特朗普上 而特朗普必然會打斜除棍上 就是會利用這些事件 來轉化成為選票 所以看來中國 就算怎樣也沒有這麼笨 在11月之前 一定會按兵不動 如果不是 是益了特朗普 而且萬一特朗普 真的有什麼意欲 真的拜登上台的時候 你啟動了軍事衝突 就回不了頭了 所以 我是認為 台海之間在11月以前 發生衝突的機會 不高 反而來說 如果特朗普真的連任成功 在接下來四年的任期 他肯定會繼續對中國 進行極限施壓 到時 反而會增加了台海 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 話又說回頭 為何老解 現在又在微信公眾號上 證實在台海進行了實戰化的演練 我相信就是要擺個姿態 就是要發出一種強烈的信息 就是中國擁有著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其實這件事 在西藏軍區也有出現過 原來 昨天有報導指出 原來在7月底的時候 老解的西藏軍區 就在海拔4,600多公尺高的 喜馬拉雅山脈的中段樹 舉行了一場高原實彈演習 目的是要驗證跨兵種的協同攻擊能力 另外 今次的演習 亦是部隊換上了新式的星空迷彩之後 首次在螢幕之前亮相 就是整色整衰 報道還提到 說在演習當中 解放軍部隊移動了幾十公里 無以閃避敵軍偵查 去到指定的地點之後 迅速建立陣地 實施精準的火力打擊 這個也是擺姿態的 因為在6月份 中印邊境發生嚴重姿態衝突的時候 當時也是用冷兵器 因為在90年代 雙方簽署了協定 說明是不准使用熱兵器 不准開火的 事實上 他正在尋找一些法律 或者叫鑽空子 就走去用冷兵器 沒辦法 他事實上 真的沒有迴反當初的協定 但是 激怒了印度總理莫迪 其實這場衝突 到最後 拉回雲 就是得不償失 大家想想 印度方面 印度總理莫迪 他一直想喉著你的高科技產業 現在他大力提倡了印度製造計劃 就是對於中國製造商品進行嚴格審查 很多貨品 搞到要逐樣檢驗 總之在口岸流難你 第二件事 他就是要喬走大陸的高科技企業 去到印度那時設廠 還要貼錢給企業搬遷 第三件事 如果說要封禁微信和抖音的話 印度就是獨步全球 美國未禁之前 印度已經禁了 而且不單止禁幾個apps 禁了兩百幾個apps 基本上你能夠盈利 能夠賺錢 他都禁了你的 在軟件業方面已經很嚴重 然後他又要抵制你中國製造的貨品 你本身有些低端的智能手機 在印度買得好地地 佔了當地八成的市場 上個月一下子就跌了百分之五的市佔率 所以是否得不償失呢 中國有甚麼措施可以反制印度 難道嫌他麻煩不做他生意嗎 難道不賣中國製造的產品給他嗎 那你那些廠家就聽執了 對不對 所以根本上大陸對於印度來說 能夠做到的反制措施又不多 說到最後 如果真的發生衝突的時候 在這些高原地帶 到底大陸有沒有一個必勝的把握 其實也未必有 因為別人長期在這些地方演練 當然老解也有演練 但是大家都沒有比拼過幾十年的時候 是否一定會贏呢 所以為甚麼胡錫進 或者大陸的官媒 他們都採取一種冷處理的態度 就是不要將這件事繼續發酵下去 反正就要保持一種可防可控的狀態 算數了 中印邊境不懈第三方勢力 都尚且如此 更何況就是台海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